來做一點簡單題目 他說有個圖給你圖示 400克推5 200克推10 然後還有疊起來 然後告訴你我要把已推動 至少最大限度要15克重 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 假的近摩擦力 這要考什麼 考你 近摩擦力就等於外力 近摩擦力就等於外力 外力就是近摩擦力 因為它不動嘛 所以合力是0 所以外力就等於近摩擦力 那麼圖上顯示400克重 推5克重 我推了5克重 東西不動 所以是近摩擦力 那根據這個講法 基本上就是5克重 所以第一個小題解決 第二個小題問你推25能不能動 要能夠動 必須要超過最大近摩擦力 那麼圖形上告訴我 底下200克重最少要施力15 意思就是200克的時候 最大近摩擦力是15 所以 215 然後我們有交跟你講過 我們的 最大近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這一題的正向力就是重量 那我們發現假是400克是已的兩倍 所以呢重量是兩倍 正向力是兩倍 所以最大近摩擦力也是兩倍 最大也是兩倍 所以 兩倍 那就是應該多少 15兩倍應該多大 應該就是30 那30克重 那我 最大近摩擦力30 你只推我25 有沒有超過 沒有超過 所以會不會動 拔會動 所以就不會動 所以就解決 OK 可以嗎 可以 好 同樣的圖形 同樣的圖形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甲跟椅的摩擦力誰大 第二個問題 把它變成疊起來 那你要施多少力它才會動 第一個問題 甲跟椅的力量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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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停車戰界問 好 女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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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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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個200要推15 200要推15,現在疊成這樣要推多少 要推多少 停車戰界問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34號有嗎? 34 沒有 34 多少 45 你們做,45 這跟剛才是一樣的 跟正向力要成正比 正向力成比 你要至少要等於 或是要恰好 恰可運動 大於最大筋摩擦才可以動 那筋摩擦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那乙就是15動 最大筋摩擦是15 那它是200克重 正向力是200 那你把它疊在一起變成600 那變成幾倍? 3倍 3倍就是45 所以要45才推得動 所以要45才推得動 就是這樣就好了 OK 巧思一樁 來 最後 給一個圖 給一個圖 然後問 誰對 誰對 給了這張圖之後問你誰對 誰對 該小女生 女生 14號 沒有14 對方沒有14號 3號 誰對 對 C C嘛3嘛 C 它給了一個外力跟摩擦力的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大筋摩擦力是60 所以推30沒超過 所以不會動 你會直接看圖 圖30對過去不會動 那麼 30不會動就叫做 外力就會等於近摩擦力 外力就會等於近摩擦力 然後呢我們說過摩擦力的 跟我們的是相反的 所以你推30向右 所以摩擦力就會向左 才會跟它抵消 合力等於0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 就是C OK 好 再請問 那我推100咧 多少 我用推100是多少 好 請問我推100是多少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21 租 租 你選租 請說 你答案選租 你選租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前面一直告訴你說 跟外力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就 400就100嘛 你就選租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 你忘了什麼事呢 如果我的施力超過最大的近摩擦 就會怎樣 就會動 對不對 動就變成什麼 動摩擦 動摩擦 是定值 跟外力大小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圖上面顯示 最大的近摩擦力多少 60 你C100就怎樣 Over 超過 所以它會不會動 會動 會動 會動什麼摩擦力 動摩擦力 圖形上動摩擦力多少 50嘛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50 答案就是50 不是每一題都是相等的 是近摩擦力才是跟外力相同 動摩擦力就不是了 動摩擦力圖形上告訴你 不管外力有多大 動摩擦都一樣大 OK嗎 了解嗎 OK 這就是答案應該選50克重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課堂練習